大家好 再跟大家聊几句 还是感谢大家 感谢 有朋友问我三亚买房子的事 还是就这个话题说 有个朋友说 一直想上三亚来买房子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哪好 说就觉得我好像是对房子 还有点了解 非常信任我 让我给说说哪个地方好 这个跟昨天其实说的 国外大姐是一样的 你这在国内 还是到这里来一下 看一看再决定 还有一个 就是你买个房子还是租房子 你都先考虑一下 别着急买 你到这块来 看这气候啥 实不适合你 如果不适合你 你买完了之后 你再想往外卖 那可能就不能像买的时候 那么方便那么容易了 因为往外卖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还有这价格啥 都说房子涨价 还有朋友问我 说房价涨多少了 从买到现在 我真没了解 涨多少了 我到这来这几天也忙着 也没时间问这房价 还有朋友说 你这个房子 你买多少钱 为啥不说 这个事我就不说了 其实我也需要有一点 我自己的私人空间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17年年底 正是赶上海南的房价上升时期 我买的肯定是高价的 因为同一天买房子的价格都不一样 就是同一栋楼一个单元 你门的人家价格都不一样 猴哥我俩买房子 从来都是花大头钱的那个 我就说我们俩在大连开发区买的那个商品房 就37号小区那个那个时候 那个网点 那当时买的时候 我们是花了28万 1999年 跟我们隔壁的邻居 人家花了19万 同样的面积 同样大小 你说我花这多少大头钱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咱们又没有权 又没有钱 又没有关系后边你只能花点大头钱 花大头钱当时看确实就冤枉 但是过去年一看房子涨价的时候 感觉这也值了 都会当时花点大头钱 不要是当时觉得 哎呀我花这大头钱 我跟旁边比 我太冤枉了 我不合适 完了就起来就起去 可能那机会就失去了 就是再次在三亚买这个房子 也是因为猴哥那时候有病 人没想到说房子是涨不涨价 还是什么样的 我俩就只想当前把养病是第一重要 人是第一重要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说一下 就是上次猴哥我俩2017年 然后就来这块上朋友家 猴哥养病那次买房子 为什么买的怎么看的啊 我上回说了一下 说了没说完整 我们俩买房子是在那个就是 我那大姐小区住的那个院外吧 就有那个那个就房产中介 我俩没事晚上溜达走啊 就在那跟前就瞅这家小库 那家小库看啥都新鲜 完就看一出窗上贴那个防御广告 就瞅啊 这块多闲那块多闲 就这么闲溜达 一点都没想到买房子 完后来人家那个里边就出了个小伙子 小伙子本地人 人挺好听 憨糊的小伙子 完就说啊 叔叔阿姨啊 来就跟我讲 说呀 说我们说不买不买 我们就看看啊 看看没事 阿姨叔叔 哪天带你们出去溜达溜达啊 不买也没事 小伙子就是热情 哎呀 这小伙子就把我俩给打动了 打动我说跟着溜达吧 溜达两趟 以后回头觉得又过意不去 完了 我这人也是 这手爪就有点刺痛 就痒痒了 就心里就痒痒了 哎呀 我心里就搁这买房子 这猴哥是不是 就能养病啊 完就在那之前 我们俩还跟着看房团也出去过 跟看房团出去吧 不要钱 这个地方你就是来 要不我就说这些朋友们 想来海南买房子的朋友 你先来住个民宿啊 或者住个养老公寓什么的 或者在哪个小区住个房 还是怎么样 你住一段时间 住几个月以后 你对这有个全方位的了解了 然后你再决定买呀 还是每年就是来住一段时间 要按照我的想法啊 我要是现在我是不买房子了 我不会买这房子了 要是要是当初 我现在按照现在想法 我现在想法可能也是跟做自媒体有关系 我如果要是没有这房子在这的话 我不会再继续了三次四次来 我会把这个时间再花到去别的地方 像云南呢 各个地方我去待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地方我住个房 或者住民宿什么 我住个十天半月的 那个地方住一个月半月的 我溜的个够 街头乡尾呀 或者是乡村的什么 我都走一走看 我不愿意看那些说旅游景点 人工修饰那些 我愿意走这些 就是没人光顾到的地方 像村镇啊 小街小巷啊 农村集贸市场啥的 看点猪边的工艺 柳边的 看点这些东西 养的农副产品啥 我喜欢看这个 再回到刚才话来说 就是我后哥 我俩不是出去看房子吗 我跟这些看 上那个三亚以北 中部山区那块有个宝庭 还跟上那去看一回呢 那个坐车也是都是 就是天天都有上小区门口叫的 还有那个你就上超市啊 还是上市场哪块 都有发广告的 各个地方看房团免费发的 这个地方80%都是北方人 东北的 然后都也都挺热情的 其实有的时候吧 大伙老估计说是别上当 别受骗啥的 你改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你自个儿细心一点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都是好的 骗子啥呢 毕竟是少数 你自己掌握点还应该没事 完了我俩这不是就 爆棉就跟去了吗 跟去了以后 我上宝庭那回是看了一个什么 那个便宜 是交五万块钱首付好像是 完了四十几万一套 是在一个阵子的边上 好像山里那空气是真好 感觉那山上一闻的那空气都是绿树叶草地那种香气啊 完了两边都挺浓密的 我看了看了有两排那个房子就是楼上楼下还没盖完呢 但是好像是当地村政府 乡政府也不村政府盖的 挺便宜的 但是没有产权 没有产权房 完了那个卖房子经济就浪漫 说没事 人家这都住多少年了 完了大家就走了 当时有没有买的我就不知道 后来我们就回车了 把猴哥跑那边那个那个一起供销设计的买了一个徒步 买了一个那个大条子回来 完第二次又跟一上 第二次跟去上那个东方市 东方市去看的 看也是跟着免费看网团去溜了一圈 溜了一圈也是看看各个地方那房子 完了就是瞅 感觉那边好像还是远似的 我俩决定完了 还是在三亚这吧 在三亚这朋友也多 好几个朋友在这 后来我们就决定在这了 就是就这么定义到这 反正哎 行了又说时间挺长了 今天就话题先就到这吧 朋友们有啥问题 在下方留言 我知道的一定是告诉大家 就先说到这 完了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买房子也好 还是怎么样 我记得还是找一个正规的中介 然后买房子 一定要买一些大地产商 有产金五正齐全去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买这个 因为现在全国房地产市场 有的时候也有乱想 别一旦 一旦陷进去 又弄不出来产权证 就麻烦啊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啊 感谢大家 谢谢我 我也在这 就是不自量力了 反正就嘟了嘟了 啥都说了 哎 谢谢大家 谢谢